今天互動民調的題目 就是問大家立法會應不應該用特權法去徹查高鐵事件 三個選擇給大家 第一個你覺得贊成要用特權法的可以按紅色按鈕 認為反對用特權法的可以按綠色按鈕 覺得不知道的可以按藍色按鈕 投票結果就會在下星期二 時事全方位節目時段公佈及分析 再看看昨天問大家的問題 問大家你接不接受審議今年預算案時拉布 贊成支持拉布的4成6的觀眾 比較多數 覺得可以接受是2成3 反對拉布的就是2成6 覺得無所謂的就是6%的觀眾 如果將它劃分為支持和反對 即是支持拉布和可以接受 我們歸納了一類 那裏都有6成9即是差不多7成的觀眾 似乎大家對於這個拉布就審表支持 是否反映了對這個預算案很不滿呢 我都幾出奇 因為Now新聞台 照計我們是一個收費電視 應該看的觀眾群應該都中產少少 是 大家都過去一路都以為中產比較理性 務實和不會那麼激進 但是為何仍然有接近7成的人 是贊成拉布或者可以接受呢 這個我覺得作為政府 或者正在看電視的觀眾 大家都可以斟酌一下這個結果 所以是否就是預算案裏面的內容就很不滿意呢 大家之前出的預算案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 特別是給中產 既然我們的觀眾層屬於中產的觀眾 在今年的預算案裏面 對於中產的著墨就非常之少 基本上你都不是很做得出的 本來有的一些叫做一次性的一些紓困措施 基本上就斷了 是否這件事令到觀眾都很有疑惑 或者是很懷疑很質疑 覺得議員拉一下布 都是應該幫他發一下聲呢 Heidi 你說得很對 這個都可能是幾直接的原因 不過呢 照計呢 因為其實事實上 自從這個所謂的一些激進民主派 就是講話要拉布之後 其實你聽到很多建制派政府的聲音 對於拉布已經可以說 講到非常之不適 我的疑惑就是在於 既然建制派政府 林鄭月娥司長 都已經講了一些拉布上面的壞處 為什麼我們的市民仍然聽不到呢 我意思是我們的觀眾 是否真的證明 其實中產在這件事上的怨氣很大呢 而如果是這樣的話 作為政府又應該怎麼去看呢 因為說真的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市民看政策 很多時候就會一籃子去看 一個籃子 一籃子去看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它不會每一樣政策 那個怨氣 或者一些不份 都分得很清楚 反過來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同一時間裏面 又有高鐵事件 又有政果 又有財政預算案 會不會使得市民 對於政府的那個不滿呢 就積積埋埋埋 找一個時間的爆發呢 我認為呢 今次這個都只不過是一個民調的結果 相對呢 如果真的呢 我剛才所講的東西 真的 市民是真的這樣覺得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呢 才是政府所要面對的一個大問題 是 政府值得反思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 在這個節目裡面都說不完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都來到這裡了 我們復活節交期之後回來再和大家見面了